接下来我们进入 专家品尝打分环节 有请 转动声 真是冤家路窄 这可怨不了我了 又爱小姐 我们还没开始呢 啊 我是看这道菜 长得太可爱了 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尝试一下了 我觉得一定会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吃一口就像是进入天堂一样 今天晚上的冠军 一定非马克先生莫属 完了完了 总裁又发飙了 这 伊娃小姐 这一次参赛的菜肴 是我们亲集团主打的菜肴 你如果吃过就会知道 我对我的菜品有信心 是吗 那我一定要 好好评评 感觉如何 感觉如何 糟了 我 是啊 他 他不会是吐了吧 吐了 我的人生 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恨命运 但我更恨我自己 恨自己是个胖子 看你胖的 谁会喜欢你啊 谁给你的自信啊 从那天起 我开始了地狱般的生活 就在我以为我征服了命运的时候 命运却早就暗中埋下了诅咒 我看你 经过飞人的魔鬼训练 我虽然瘦身成功改名以往 成为超魔 但却得了一种怪变 我每天的卡路里摄入量 不能超过一千卡 不然就会 在很短的时间内变成胖子 换下来 何欣赌 你再按下来 我先别拒绝了 你再按下来